皇上回来了 怀里抱着一个生死不明的女人 早上起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扶住了额头 要说皇上也会挑时候 皆正是初一 众嫔妃请安的日子 待会儿后宫的女人们往奉一宫一聚 那可不有得热闹了 果不其然 我一坐上主位 底下的嫔妃就叽叽喳喳起来 好不喧闹 皇后娘娘 这可如何是好 皇上这不合规矩 臣妾思以为 我懒懒散散地睁开眼睛 扫尸了众人一圈 碍于我的威压 底下的女人齐齐住了嘴 众人不敢作声 唯有丽妃仍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 她并不在意 却又带了三分将门嫡女的傲气 不过是个民间女子罢了 算什么东西 我端起茶杯 仍是得体端庄的皇后娘娘 好了 有事说是 我慢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 没事就都算了吧 我并不肯提这件事 众人虽心急 但也无法 听说皇上佐半夜回来的 抱了一个生死不明的女子 就进了前清宫 眼下太医院所有太医都在前清宫候着呢 这架势弄得后宫人人皆知 但是偏生前清宫消息封锁的岩石 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又闲话了几句 众人也无心留在凤仪宫里 我慢慢悠悠站了起来 扶正了头上的凤差 若是有愿意的 就随本宫去前清宫看看 那些个人微言轻的自觉退下 身居主位的也不愿意去讨个没趣 唯有丽妃仗着母家和弟宠 跟着我去了前清宫 前清宫里多少有点气氛低沉 进了前清宫大门 就听见茶碗破碎的动静 苏长生的徒弟小春子 恭恭敬敬迎了上了 上位行礼就被我指住 你师父呢 回皇后娘娘的话 师父在里边伺候着呢 那民间女子是什么情况 这个奴才也不清楚 只是皇上对那位姑娘上心得很 眼下太医院给不出方子 皇上正生气呢 我点点头 示意她通报一声 好半天 却是苏长生亲自迎了出来 示意我进去 却恭恭敬敬地把丽妃迎到一边 丽妃娘娘 皇上这边实在是忙得走不开 特叫奴才请娘娘到侧殿喝喝茶水暖暖身子 丽妃傲气 倒也不蠢 皇上摆明了 不想见他 他气羞羞地瞪了苏长生一眼 不情不愿地转身回去了 我这才走进了乾清宫的主殿 外殿里太医跪了一地 却是不敢作声 小春子则恨不得把脑袋摘下来 塞进袖子里 皇上坐在床榻边紧皱眉头 压抑着好大火气 床上层层床慢遮挡着 隐约能看见是个女子 她躺在那里无声无息 一只手还被皇上握在手里 皇后怎么来了 皇上刻意压低了声音 却压不住她的烦躁之意 臣妾听闻 皇上昨夜带了一位重伤的姑娘回来 特意过来瞧瞧这位姑娘 嗯 皇上点点头 仍是压抑不住地焦虑 莲儿救了朕一命 她伤在腹部 实在是伤势过重 朕这才带她回宫诊治的 皇上冲我解释一句 随即有些火气地说道 朕花这么多银子养着的太医院 连个方子都开不出来 一群废物 皇上莫要忧心 莲儿姑娘既是护驾有功 自然要太医院尽力诊治 臣妾想着这位姑娘既是伤了身子 必然是失了血气的 臣妾的外祖父前些日子送了些补气血的邯郸入宫 臣妾想着莲儿姑娘用得上 这就拿来了 皇后有心了 皇上点点头 实在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只是勉强打起精神来应付我一两句 朕知道宫里最近传闻不少 皇后辛苦 也压一压 是 我说者 便是往前走了几步 这才看清帐子里的姑娘的面容 算不上美艳 倒是个清秀佳人 因着高烧的缘故两颊飞红 反天几丝楚楚可怜的意味 倒也让人怜惜 我心下了然 看过了也没什么意思 随口和皇上再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就告辞了 皇上也无心留我 只说天气冷了 叫我坐轿子回去 我出了前清宫 文姓迎上来扶我 我叫轿子先回去 由着文姓扶着我沿着宫道一步一步走回了凤仪宫 天冷了 宫里也寄聊 到处都是安安静静的 接太阳倒是正好 只是宫里实在是太过肃静了 这日光照着人身上 静也没什么暖意 文姓担忧我 试探性地开口了 娘娘 走吧 我平静极了 马上要才冬一了 宫里又有得忙活了 各处的炭火吃食衣室又是一笔极大的开销 我自觉往后又要忙了起来 还得细细盘算 不能落下哪一处才好 哪有功夫去计较一个民间女子 不过是个屈而罢了 这位莲儿姑娘在前清宫足足住了一个月 前朝后宫怨声一片 据说弹劾这位莲儿姑娘的折子堆满了御案 太后娘娘虽有心劝一劝皇上 但是架不住皇上铁了心思要留人 谁还能去把那女子从龙床上拽下来不成 后宫里的怨声也不亚于前朝 只是碍于我的压制 一时间也没有敢闹到前清宫自讨没趣的 丽妃傲气 却也吃醋了 瞧她脂粉下压不住的黑眼圈 我就知道她这几天都是睡不好的 不过是强撑者罢了 后宫的女人这些天 又有哪个是睡得好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宫里 只怕又要多一位宠妃了 眼见一跃有余 这个民间女子的伤口好得差不多了 我这才慢慢悠悠地进了前清宫的大门 皇上正在内殿里看书 那位护驾有功的莲儿姑娘坐在龙床上一口一口地喝着汤 见我来了 多少有些不自在 却不知道该见什么礼 皇后怎么来了 皇上抬头看了我一眼 转而放下手里的书 臣妾接来 也是为了莲儿姑娘一事 我笑意盈盈地走到皇上身边 假装殿里没有第三个人 那女子怯生生地 小声插嘴道 皇后娘娘 民女名为邓莲儿 莲儿来自民间 实在不懂宫里的规矩 皇上倾壳一声 又怕那女子再冲撞了我 皇后宇震出来说吧 我和皇上出了内殿 转身便看见堆满了欲暗的奏折 皇上摸摸鼻子 颇有些心虚 眼见邓姑娘的伤势大好 在住在乾清宫 总归是不合规矩的 不知皇上准备怎么安置邓姑娘 朕想那莲儿为贫 封号就取个帘字 皇上说道 崇华宫还空着 等开春了 让莲儿搬过去便是 皇上 邓姑娘出入宫 又是民间女子 若是直接封品 只怕太高了些 莲儿救了朕一命 皇上有些微微不高兴 配得上一个品位 皇上 人和四十年 楚节瑜为皇上挡过一刀 伤及喉部 从此春冬不能出门 夏秋不能用兵 怀化三年 周才人替皇上挡了一杯毒酒 当场就没了 怀化五年 孙贫替皇上挡了一箭 伤及腹部 再不能生养 我端起茶杯鼠叶子 话里的意思不必再说 这后宫里美人就英雄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若是厚此薄彼了 含了旁人的心 下一回皇上估计就要见先帝去了 孙贫的父亲是礼部尚书 楚节瑜的祖父是户部侍郎 就连去了的周才人 也是中书令之女 一个民间女子 凭什么踩在他们头上 皇上想了半天 属实无奈 若真是给邓连儿直接封了连贫 前朝后宫不把前清宫闹翻了天才怪 我见皇上多少还有几分理智在 这才开始劝他 皇上留邓姑娘在前清宫养伤这些日子 前朝后宫有多少不满 皇上也是知道的 如今邓姑娘伤势大好 在留在前清宫 可真是要被扣上货主的帽子了 何况邓姑娘家事不鲜 若是越举风贫 可不是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邓姑娘出身民间 宫中规矩又多得很 若叫旁人拿住了错处 皇上也不好偏袒 不若等两年 等邓姑娘熟了宫里规矩 也为皇上诞下一儿半女 开之散叶之际 风贫风飞也是名正言顺的 皇后言之有理 皇上顿了一顿 点点头 只是依皇后看 朕该怎么安置莲儿 皇上说着拉过我的手 我不好正开 也是避重就轻地说道 臣妾想着 玉兰轩如今空着 倒不如让邓姑娘住过去 一是玉兰轩没有主位 邓姑娘住进去也自在 二来玉兰轩离前清宫也不远 院里还栽了数十棵玉兰树 风景又美又安静 三来玉兰轩早些年还搭过小厨房 若是邓姑娘吃不惯宫里的吃食 也可以另坐 道教臣妾再挑不出更合适的地儿了 皇上觉得如何 趁着皇上思索的空 我假装挽头发 很自然地收回了皇上握肘的手 闲静地坐在一边 等皇上决策 皇上思索半天 见我句句都是为邓莲儿着想 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不妥 就依皇后的意思便是 朕也许久不曾去皇后宫里了 朕饥挽过去 皇上拍拍我的手臂 自顾自地起身 我也自觉 眼见皇上和邓莲儿有梯迹话要说 找了个借口就走了 后宫里女人多 是非也多 这话传得也快 我前脚刚回了凤仪宫 后脚孙嫔就急急地找上了门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孙嫔生得美艳 眉眼间却萦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哀愁之意 我记得她入宫前也是个冷清性子的美人 如今入宫五年有余 也是宫顺温婉的模样了 大冷天的 妹妹怎么过来了 我心下了然 她多半是为了邓莲儿一世而来 只是不知是谁舌头太长 传话这般快 臣妾听闻 皇上带回来的那位女子 是打算封廷的 我由着文姓替我静了手 这才从从荣荣地坐下 这是哪里的话 和宫里都在说 皇上已经着人休憩崇华宫了 那女人是要封贫的 你放心 我拍拍孙嫔的手 她跃不过你去 孙嫔不能生育 皇上就不太宠她 她也嫌少往我面前凑 如今提到痛处 也没忍住落下泪来 你的功劳 皇上和本宫都记在心上呢 你的苦楚 本宫也知道 我示意她擦擦眼泪 前几日山东进来的阿娇 皇上还嘱咐本宫 要单独留一份给你呢 臣妾自然念着娘娘的好 娘娘待臣妾实在不薄 阿娇燕窝 赎紧筹备 娘娘哪回落下过臣妾 孙嫔性子要强 匆匆擦干了眼泪 整理好了仪态 这才勉强露出一抹笑容 是臣妾失态了 我知道她心里苦 也只得捡几句家常话来安慰她 翻来覆去 不过是一个意思 总归是哄着她 莫要多想罢了 孙嫔坐到下午这才回去 皇上的旨意下来了 邓莲儿护驾有功 着风为才人 赐字号莲 赐居玉兰宣 连财人 傍晚皇上如约过来了 我带着丽儿在宫门口等她 你不去陪你皇祖母 怎么跑到凤仪宫来了 皇上故作威严 丽儿不过六岁 多少有些害怕皇上 是臣妾叫丽儿过来的 我打着圆场 臣妾想着 今天晚上一家人吃个团圆饭 嗯 皇上点点头 朕也许久未考笑丽儿的功课了 不如今天 朕就来问问你 丽儿养在太后身边 功课倒也未曾落下 父子二人一个问一个答 便也很快到了晚膳的时候 我进来时 皇上再给丽儿讲一经 丽儿听不懂 但是又不得不强撑着陪着皇上 皇上 我笑意盈盈地打断了她 丽儿四书五经读得还不通透 但也不必急于一时 如今天冷了 臣妾备下了莲藕鸡汤 皇上不如和丽儿喝几碗 暖暖身子在温书 也罢 皇上点点头 对丽儿说道 随你母后吃些东西去吧 我牵着丽儿 跟在皇上后面上了桌 楚楚用了个半饱 太后身边的祝姑姑 就来接丽儿回寿康宫了 母后这是有多怕朕难为丽儿 皇上随口一笑 随即叫丽儿随祝姑姑回去了 丽儿今日的课业还没完成呢 我替皇上盛了一碗汤 母后说 小孩子的课业一定不能拖沓 所谓今日是今日必 要打小养成好习惯 嗯 母后把丽儿教得很好 皇上喝了汤 皇后也教养得不错 丽儿是中宫所出的嫡长子 也是献下皇上唯一的孩子 他所负的期望之重 自然不必明说 丽儿是个好孩子 我笑了笑 总归是长不歪的 用了碗扇 皇上掀上了床榻 却见我久久不来 不游得有些奇怪 皇后做什么去了 皇上恕罪 我面带凝重 安平突然身子不适 这才传了太医 臣妾实在有些担心 这才在这儿等等消息 安平在归中的时候就是我的小跟屁虫 入了工仁室喜欢跟着我 他年纪小 性子也毛躁 事事都靠我解决 我一向护他如亲妹子 但是他打小也提示 如今急急地传了太医过去 只怕有什么不好 不一会儿就由小太监来报 说是安平有喜了 我笑逐言开 却转而有些凝重 当即批了外衣 要去永宁宫看他 顺带者拉上了已经准备旧寝的皇上 永宁宫里已经来了不少嫔妃 为高如淑妃丽妃都来了 如今见我二人来了 都纷纷跪下行礼 这着实是件喜事 皇上冷淡后宫 这么些年 除了丽儿和早妖的大公主 居然没有一个孩子出生 皇上子嗣少 前朝后宫都着急 奈何没有嫔妃怀孕 手下人也不能扒了皇上的衣服逼着她耕耘不适 安平躺在里间 见我进来 笑嘻嘻地要坐起来 却被我按倒 快躺下 姐姐 我们要有女儿了 安平生得讨喜 笑起来眉眼弯弯的 引得旁人也忍不住发笑 她摸着自己的肚子 二公主 你呀 我戳戳她的眉间 这般毛躁 怎就弄得和公皆致的 也不知道遮掩些 我低下声去 安平也后知后觉自己毛躁 心虚地说 这不是有姐姐呢 我也没想那么多 事到如今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叫众嫔妃各自散去 只能待她好声敲打了永宁宫的众人 顺手把侧殿的奇才人挪去了家和居和连才人做邻居 皇上起嫁回了乾清宫 我则仍在永宁宫里待到了深夜 文姓带着安平身边的大宫女教她们怎么查验熏香等物 安平则靠在我的肩上 姐姐 嗯 方才太医说 我有了身孕的时候 我不知为何 就觉得 她应该是姐姐的女儿 不知怎地 我听了这话 却后背一凉 不许胡说 她是你的女儿 你得亲自教养她长大知道吗 我的女儿就是姐姐的女儿 安平撒着娇 我不会教养女孩 就要姐姐教养 姐姐在归中的时候 就是京城有名的才女 有姐姐教养 我才放心呢 我沉默了一会 若是能如你一般开朗的女儿才好 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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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察觉我的伤感 笑嘻嘻地又来卖吃 却又被我按住 我嫌弃她 都是要做娘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不稳重 连财人住进玉兰轩的第二日 终于在凤一宫众人面前露了面 她着实不知宫礼的规矩 见了我要磕头行大礼 文姓扶助她 叫她行宫礼 她不知所措 我笑道 妹妹以后是皇上的嫔妃了 日后见了其他的姐妹 也是不必行参拜大礼的 嫔妾知道了 她说话细声细气 声如闻那 好似一朵白脸 全身上下印着两个字 娇弱 她触我 低着头 我问一句 她答一句 说了一惠子话 我也大概知道了她的身世 原是京城邓氏布庄的小姐 一年前游湖的时候 皇上对她一见钟情 念念不忘 一来二去 二人也暗声情愫 皇上也时常出宫寻她 那日皇上约她在京郊的小树林里见面 不想叫一伙自带人 知晓了行踪 两班人马厮杀之际 她替皇上挡下一刀 奄奄一息之时 真情流露 二人互诉忠常 皇上就抱了她回宫养伤 她着实不知宫礼规矩 聊到兴起之时 大着胆子反问了我一句 不知娘娘和皇上是如何认识的 此话一出 奉一宫礼一静 她自知说错了话 又怯生生地低下了头 本宫和皇上 是先帝爷赐的婚 我淡淡一笑 并不恼她 却也不愿浪费口舌 只是仍端起茶来 想来也有十年了 十年了 我也不年轻了 眼前的姑娘皮肤白皙红润紧致 是后宫的女人吃多少燕窝恶娇 涂多少胭脂香膏 都堆不出来的年轻活力 我话音未落 丽妃和安平就进来了 安平胎位未稳 如今巴巴地跑过来 叫我瞪了好几眼 忙拉了她坐下 她一边挨着我下边坐下 一边瞟着皇上这位新宠 这小妮子却突然盛气凌人起来 皇后娘娘和皇上可是青梅竹马 这自幼的情分就是旁人比不得的 娘娘刚急急 皇上就向先帝爷求了娘娘做太子妃 后来皇上登基 第一道圣旨就是立娘娘为后 这份爱重就是满后宫独一份的立妃吃笑一生 本宫比不得皇后娘娘 可也是太后娘娘选中的秀女 先帝也指给皇上的良帝 和某些自奔为倦的人 自然是不同的 连财人的脸清一块白一块的 看起来难看得很 好了 丽妃一来 我就恼人疼 两位妹妹怎么来了 臣妾听闻连财人在皇后娘娘这里 特意来认识认识这位新入宫的妹妹 丽妃漫不经心地瞥了连财人一眼 能得皇上如此圣宠 只怕妹妹有什么过人之处 丽妃娘娘见笑了 贫妾并未过人之处 连财人低下头 对于丽妃的刁难并无招架之力 能勾住皇上 本身就是一种过人之处 丽妃说的讽刺 妹妹已经比本宫强得多了 连财人脸上一白 贫妾是因着在病里 这才额外得了皇上两分关照 还请娘娘慎言 我端着茶 面上不显 心里却想着得让皇上去给丽妃降降火气了 丽妃一路走来 只怕也口渴了 不如喝杯茶水些些 丽妃端起杯子 抿了一口茶 娘娘这里的碧罗春 尝着像去年的旧茶 是去年的旧茶 我瞎了一口 今年的茶下的不多 皇上先紧着刺了进尘 本宫想着左右是杯茶水罢了 新的旧的 都是极好的 臣妾一向习惯用新茶罢了 丽妃娇笑着 爹爹前些日子送了些新茶入宫 若是娘娘不嫌弃 臣妾待会差人送来些 不必了 本宫不缺这些东西 我心下不耐烦 丽妃既是有心 不如给和宫上下的姐妹们都分一些 也是一份心意 丽妃面上有些挂不住 今年上品的新茶本就不多 将军服也不过是送了几包进来 她仍强撑着傲气 这是自然 如此 本宫就替诸位姐妹谢过丽妃了 连财人好容易找了个话控 才敢站起来说告辞了 急急地行了个不标准的公礼 刚想离开 却被丽妃拦下 本宫瞧着连财人对这公礼的规矩 着实不熟呢 实在是需要有人好好教教 本宫身边的宋春 是公礼的老人了 日后不如跟了连财人 好好教教连财人公礼的规矩 不必了 我放下手中的茶盏 本宫自会为连财人只为摸摸过去 至于丽妃身边的人 着实不太得利 我看向她 一脸淡漠 倒叫她欲言又止 丽妃再蠢 也知道她的礼仪若是细究起来 也是不合格的 不过是她母家得利 又得地宠 我不与她计较罢了 她被我对得不行 又反驳不得 只得带着工人气羞羞地走了 丽妃一走 连财人这才得以告辞 我话音刚落 她就跑了 姐姐 安平嘟着嘴 你对一个民间女子正能好做什么 你也知道她不过一个民间女子 我伸手点点她的眉间 和她又计较什么 大冷天的还挺着肚子跑来 也不怕划一跤 安平吐吐舌头 谁让她敢和姐姐比 我如何气得过 论出身 姐姐是名门之后 论长相 姐姐貌美如仙 论学识 姐姐才动京城 论身份 姐姐是一国之母 一个卑贱的商人之女 不过是皇上图个新鲜的姐闷的玩意 居然想和姐姐比 她也配 安平的嘴 又毒又快 听得奉仪宫的众人忍不住发笑 我却担心她动了胎气 忙扯开了话题 安平一向在我这里藏不住话 她叽叽喳喳 一如从前 搜长瓜肚也要找出些话来捅我说 说起前些日子安将军送来的家书 跌跌前些日子来了书信 说西北可能要打起来了 我心头一紧 不由地握紧了手里的帕子 西北 我的外祖父和表兄都在西北 安平的父亲是我外祖父的副将 自然对西北的消息格外灵通 她若是传信来说西北战事将起 只怕十有八九是真的 我安慰自己 外祖父也不一定会派表兄上战场 但是我很清楚 外祖父年事已高 表兄天赋异禀 早已在战场上展露头角 他有心培养表兄做接班人 怎么会不让他去前线 赵家 一向是信奉风从魔力出 将自沙场回的 我暗泪下心中的焦虑不安 若无其事地问道 怎么就要开打了呢? 姐姐不知 今年大旱大落的 南方的收成不好 北敌的牧草长得也不好 牛羊吃不饱 便是饿死病死了许多 北敌人没有吃食银钱 自然对大洲起了心思 只怕开春天气暖和了 北敌人的战马能跑开了 这一战可就要开打了 北敌牧草长不出来 大洲的日子又如何好过? 南方大落 北地又大汗 今年的收成都不够大洲百姓吃的 还是皇上连发了三道御址 开仓放粮 救济百姓 这才堪堪熬到了年夏 若是年后开战 北敌自然是拼死一战 大洲要筹备此战 也是极为吃力 毕竟大灾过后 粮食 水源 劳力 饮钱 都是极为紧张的 若真是开战 大洲也必然元气大伤 我叹了口气 愁眉不展 一边担心大洲的百姓 也不知道经此一役 大洲又要有多少人家受苦 一边也不由地担心我心底牵挂的那个人 姐姐 安平安慰我 眼下又何必发愁呢? 开不开打还不一定呢? 再说 赵老将军身经百战战无不胜 赵小将军也颇得老将军真传 有两位将军坐镇 西北自然能平安无事 我叹了口气 不欲再提这件事 只是拍拍他的手 这件事本就不是宫中妃嫔能操心的 你还是安心养他要紧 其余事只管交给本宫来做 若是有什么委屈 短了什么 想要什么 只管告诉本宫 其余事 你一概不必费脑筋了 我实在是心不在焉 安平见我兴致缺缺 时去地起身告辞 我挂念着这件事 也无心留他 只叫他路华当心些 过年了 宫里又是好一阵忙活 银子自然也是如流水般花了出去 就连皇上看到账本 也没忍住皱起了眉头 西北战事开打在即 如今国库正是用钱的时候 皇上捉襟见肘 实在是发愁 过了年 天气上寒 就听说北敌向大洲开战了 那天中午 我坐在窗边绣画 就听见边关来报 说是先锋将军赵修念帅三万清旗先发制人 指导北敌人老窝 倒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心里一慌 不知怎地就扎了手 红艳艳的血滴落在绣品上 文姓茫茫地拿帕子替我捂住 娘娘怎么分心了 他 我声音极低 怎么这般鲁莽 世人都到先锋将军骁勇善战 有其组织风范 我却深知此人鲁莽激进 不得虎威将军半分耐心谋算 我闷闷地低下头 心想这傻子有勇无谋的 只怕有一天要折在战场上 反应过来又忙在心里呸呸呸 他还是长命百岁得好 文姓跟了我二十多年了 他是唯一一个跟着我从尚书府到东宫 再到凤仪宫的人了 他握住我的手 皇后娘娘 先锋将军立了大功 是件大喜事 皇后娘娘 我转而调整好了自己的仪态 标准的微笑又挂在嘴边 于公先锋将军立下大功 保我大周百姓 本宫自然高兴 于私 没有于私了 我是中宫皇后 她是戍边将军 再见面就是君臣关系 君臣君臣 连说句T计划都是奢望 早在我入宫那一年 赵修念的表妹林婉就死了 林婉的表哥赵修念 也死了 今天的天蓝战战的 阳光也是极好的 只是尚在寒春 没有多少暖意 我着人收拾干净了主店 备好了菜肴 弄脏了的绣品 被我投入了火中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笑得温和极了 只是笑不达眼底罢了 晚上皇上果然过来了 他心头的重担可算卸下去了不少 整个人都松快起来了 赵修念骁勇善战 他喝着汤 话语间的满意是掩盖不住的 这一战打得极为漂亮 只是朕也十余年不见他了 皇上看向我 等这一战打完了 朕叫他回京树职 皇上再试探我 我们三个一起长大 皇上自然是知道什么的 只是后来我们三个都成了皇权斗争下的棋子 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欢喜 被生生掐断 反倒是叫皇上拿捏不得把柄 皇上疑心虽重 也无凭据可言 是啊 我的微笑毫无破绽 正月的时候 舅母进宫 还说表哥这么多年不回来 叫她着实思念 真是没良心 戍边的将军 一待就是十几年的 不在少数 我替皇上倒了杯茶 等此战平息 皇上也该开恩 让他们回来看看了 皇后考虑得周到 皇上点点头 赵兄弟也是 十年都不曾回来一趟 就连婚姻大事都耽误了这么些年 表哥性子降 舅母不是没替她相看姑娘 天生表哥一个都看不上 那她想要什么样的姑娘 皇上又看了过来 想要这天下最好的姑娘不成 我和皇上对视 故作嫌弃 只怕她连个天仙都看不上 皇上笑了 这次她回京 说什么 朕都要给她指一门亲事 我的心跳停了几拍 皇上忘了 臣妾的外祖母 去年七月过世了 指门亲事罢了 皇上满不在乎 又不是要她马上成亲 她站了起来 皇后也留意着京城的贵女 也替你表哥相看相看 是 我低声应下 皇上点点头 又问了几句安婷的状况 问了问丽儿的学业 问了问连财人的状况 问了问淑妃丽妃 这就安寝了 我二人一夜无话 这一战并不十分顺利 丽妃的父兄 也被皇上遣去了西北 为的就是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毕竟朝廷现在没钱 但是丽妃的父亲狂妄 居然率了七千人想骑袭北敌人的大营 草原广阔 却也没有遮掩 北敌人见她送死而来 早就摆好了口袋阵 等着把她包饺子 若不是先锋将军率人持援 只怕她要被俘 即便如此 大周还是折进去了五千人马 先锋将军手臂负伤 丽妃她爹被刘使直接射中了腹部 左腿还因摔下马而骨折 只能躺在大营里哼哼 皇上震怒 丽妃素衣脱簪 跪在乾清宫前 请皇上息怒 此时我正坐在永宁宫 陪安平姐们 听闻此事 心脏一揪 仍是若无其事地陪安平说这话 安平率直 却也聪慧 只怕是察觉了什么 却也装着糊涂 对丽妃她爹 一顿咒骂嫌弃 只说她狂妄自大好大喜功 半句不曾拐到先锋将军身上 我闲话之余 也不由地头疼 若安平怀的真的是个公主 可千万别如她娘的嘴一样 不饶人 丽妃跪了三天 还是没撑住 晕了过去 听说是皇上亲自把丽妃抱进了乾清宫 皇上还是心软了 丽妃不是皇上的青梅竹马 但也是皇上第一个圣宠的女人 皇上宠了近十年的女人 她性子张扬跋扈 天生生地艳丽无双 道教人觉得她这样的脾性也是应该的 如此骄傲的一个人 楚楚可怜地跪在乾清宫门口 苍白脆弱的模样 果然打动了皇上 听说丽妃夜里高烧 皇上又把太医院搬到了乾清宫一遍 好在丽妃身子骨健壮 不过是第三日就大好了 她又是个耐不住的性子 当即下了床 皇上见她大好了 面色又冷淡起来 丽妃刚能下床 就被送了回去 这一次不论丽妃怎么求 怎么跪 皇上都没有再开门见她 只叫侍卫来 把丽妃禁足在长丘殿 半步不许她踏出 一晃两三个月过去 入了下 北敌在大洲这里逃步得好 就打马离开了 北敌本就是游牧民族 夏季是要西迁去喀什尔草原的 虎威将军率西北军坚守半年 终于北敌人放弃了 这一战大周盛了 皇上极为高兴 连发了十道诏书 叫诏修念回京述职 他要回来了 我老是坐在院子里看天 路逃年纪小 老是嘟囔我 天这么热 坐在屋子外头看天 有什么好看的 我看着他不知事的样子 无奈一笑 他未经情事 不懂我心里的苦 我哪里是在看天 我是在看云卷云书 日出日落 我在看时间怎么流逝罢了 我在看他回来 还要多长时间 我算完账本 建完命负 处理完公务 实在无事可做 就坐在院子里 消磨时间罢了 后宫里无非就是一个号字 号到死就死了 号不死就接着号 天气越来越热 皇上带着一众嫔妃去了行宫避暑 嫔妃以上的嫔妃自然都带上了 还有皇上圣宠的连财人和七财人 七财人自从被我挪到连财人边上去住之后 也凭着本事从连财人那里劫走了两回皇上 如今也是皇上身边挂得上号的人了 可唯独没有丽妃 我曾旁敲侧击地提了一句 却只是得了皇上冷淡的一句 无妨 长丘殿本就凉快 我也只好按那下不提 毕竟丽妃的父亲现在正在回京请罪的路上 安婷的肚子也挺了起来 我怕她有什么意外 紧赶着把她安排在我身边住下 她倒是不在意 不过是怀了个孩子罢了 哪有这么金贵 太后本是不肯来的 奈何丽妃年纪小 不抗热 太后心疼丽妃 也就带着丽妃来了行宫 还有些年轻的才人选世 因着行宫的规矩不比宫中严苛 也是十分的雀跃 我忙着安置宫中诸人 一时间竟将先锋将军回京这件事忘在了脑后 等我再见到她 正是盛下的中午 我从太后宫里出来 身后跟着文姓和路逃 我三人走得略极了些 这天看起来大雨将至 太后没留我 我知道她有意搓磨我 只因我在连财人仪式上的不作为 风起之时 大雨将至 天生天气又闷热得很 前面是处废弃的佛堂 我索性带着文姓前去此处避雨 至于路逃 他自告奋勇地回去拿伞了 文姓替我失去脸上的汗珠 难得我有这么狼狈的时候 我一抬头 却是撞进了一双毛子里 一眼万年 十年不见 他黑了 瘦了 也结实了 昔日京城贵公子 风流倜傥 狭气荡场 我记得他展眉一笑 眉眼间是清风明月 应非草掌 可如今 他的眉间 总是不自觉地皱着 那是以一笛摆的先锋将军的霸气 是在战场上千锤百炼 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煞气 一别十年 那年我父亲跪着求我为林家上下百口遵旨出嫁 那年我外祖父打晕了他强行带去西北 少年少女的欢喜尚未说出口 就被强行打断 从此天各一方 相隔千里 步步艰难 为着避嫌 只言片语都不敢相通 在见面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了 早是物是人非事事休 未雨泪先流 我俩相对无言 我弯起嘴角 想笑一笑 却不觉脸上竟是湿漉漉一片 我拿出帕子自己擦着 他想上前 初初迈出一步 我就后退半步 伸手制止了他 我拼命地压抑着喉咙里的哭声 只是怎么也擦不干脸庞 我们之间隔得不是时不知遥 是十年时光 是君臣刚常 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我们再也不能跨越的身份阶级 我们承担不起的后果 和不得不背负的责任 我终于擦干净了眼泪 恢复了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该有的样子 冲她微微汗手 便是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雨里 自始至终 我都没敢和她说一句话 怕隔墙有耳 怕流言蜚语 怕她因我出事 只要她碎碎平安 哪怕我生生不见 照修念 回去我就得了风寒 太医是我用惯的人 她识去得很 只说我淋了雨 得了风寒 开了歇药 就匆匆走了 文姓服侍着我睡下 路逃则嘟嘟囔囔我为什么不等她回去 被文姓瞪了一眼收了声 梦里我回到了十年前 那时我尚未出阁 先帝下旨 钦点我为太子妃 我不肯答应 和父亲磨 我娘去得早 我爹一向最疼我 我不愿意入宫去 爹爹一向最疼我 她一定会帮我的 但是没有 她沉默了很久 却突然站起来 直直地冲我跪下 我拉她 她不肯起来 她说她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娘 但是邻家上下几百口人 不能因我搭上性命 她疼我 但是她不止有我 她还有父母兄弟 侄儿孙辈 她终究还是没选择我 外祖父也疼我们 她一双儿女都太命薄 只留下表哥和我两个孙辈 她使我如珍宝 但是 忠君爱国高于一切 她不能为了孙辈的儿女情长 公然抗旨 于是她打晕了表哥 把她带去了西北 于是我答应了父亲 但是从此 她指示父亲不再是爹爹 于是表哥被迫妥协 她成了大洲最有前途的先锋将军 但是她至今不娶 截然一身 我们为了家族荣耀 终究还是错过了 我昏昏沉沉病了四五日 这才好了些 皇上听闻我淋了雨和太后常谈了一番 只是她实在忙 不得空来看我 她不来也好 等到夏末的时候 我这才断断续续好利索了 赵修念不过在京城待了小半个月就回了西北 临行前皇上派苏长生请我过去 说是一起吃个饭 为赵修念践行 我拒绝了 我说我身上仍不好 若是过了病气给皇上就不好了 皇上很满意 苏长生又来了四五回 都是来给我送东西 但是终究 我还是没能再见他一面 赵修念回了西北 我也回了宫 历秋之后天气还是暖洋洋的 我小病出狱 整个人也没太有精神 好在宫中太平 皇上虽专宠连财人 对其财人也十分喜欢 太后自我病后倒是对我宽容了几分 丽妃尚在禁足 其余个人也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罢了 唯有安平的肚子一日大过一日 安平实在是担心我 日日拉折 我出门晒太阳 玉花园里菊花盛开 我倒也乐得清闲 日日随安平去玉花园里赏菊 不久就是中秋 太后说这样团圆的日子 何该把丽妃放出来了 她闭门思过这些日子 也有了长进 我坐在寿康宫里喝我的茶 假装不知道 丽妃前些日子手抄了不少佛经给太后送来 皇上沉吟片刻 点点头 日后她若是安生 朕倒也不必牵连她 只是她父亲犯下大错 朕总归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拙将为丽妃 仍叫她住在长秋殿吧 也罢 太后点点头 皇帝看着办便是中秋宴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我一心照顾安平 也不理会旁的 只是不知是不是吃坏了肚子 我小腹一阵脚痛 只得匆匆告了失礼 往后殿去更衣 我喝了一些酒 不由得有些眩晕 正好晚风一吹 我还能清醒清醒 文姓说 娘娘醉了 不如走走吹吹风吧 我这些日子心中郁洁 喝了些酒才觉得畅快不少 于是我说好 我二人走到小花园拐角处 此处是个死角 我心下不安 正欲离开 却听见有人唤我 连宝 我生在夏日 又使我娘长这般唤我 我转过身 却见一高高大大的人影朝我走来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道叫那人一把抱住 我听着他的心跳如他的人一般热切又急迫 这才反应过来 伸手去推他 你疯了 赵修念居然没走 还混进了皇宫 我很想很想你 他的声音自头顶传来 不让我再见你一面 我死也不甘心 连宝 我对不起你 他说道 我答应过我要娶你的 我颤颤巍巍搂上男人的腰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先食言的 连宝 他的声音极低 却委屈得像个孩子 是我没能护住你 如果有来生 说什么我也要娶你 连宝 你是我的妻 他用力地搂紧了我 却又小心翼翼地怕勒到我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从怀里摸出了一个东西 随即抓起我的手 我的手腕被他强行套上了一个温热的镯子 是他一直捂在胸口的东西 我想看看 他却按住了我 我该走了 连宝 宫中险恶 你一定保重 他冲我笑笑 好像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轻松如玉少年 额头贴上我的额头 我真的走了 我落下泪来 战场上刀枪无眼 你万事小心 莫要贪功冒进 他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我 今晚中秋夜 不少人出城赏月 城门不避 他必须趁此混出城去 我站了一会儿 文姓才回来 娘娘 奴婢买通了守在此处的侍卫 没有人知道的 我反手一个巴掌打过去 文姓跪在地上不敢作声 起来吧 我不肯看他 转而调整好自己和善的模样 又回到了宴上 皇后怎么去了这般久 皇上已经有些醉意 还是强撑者问我 臣妾不胜酒力 出去吹了吹风 我笑着接过文姓递过来的醒酒汤 转而递给皇上 皇上醉了 可不能再喝了 朕今日高兴 皇上摆摆手 我看了奇才人一眼 他娇笑着上前 这才拦下了还欲再饮一杯的皇上 怎不见丽贫妹妹的身影 我刻意点出了躲在太后身边的丽贫 如今这般沉稳 当真是长进不少 丽贫的父亲拼死把他哥哥摘了出来 于是他被皇上包去了一身官职 只说叫他安享晚年 而他哥哥 仍留在西北戍边 丽贫今日一身肃静 他一改肃日地张扬跋扈 低眉顺眼 楚楚可怜 皇上七分醉意清醒了三分 丽贫今日怎穿得如此朴素 臣妾想着父亲犯下如此大错 着实内心不安 怎敢再涂脂抹粉 不知悔改 你父亲的过错 与你有何干系 皇上醉意上来 罢了 日后你安生些 如今 倒是有个妃嫔该有的样子了 是 丽贫低眉顺眼 我看着惊奇 也不由地叹息 这宫里多少鲜活的姑娘 或张扬 或软糯 或火爆 或冷艳 最后都只剩下个温婉的剪影 守折深夜里的烛火 一日日到天明 中秋宴到了深夜就各自散去 依着规矩 皇上歇载了凤一宫 他醉了 先行昏昏睡去 我仍在泡脚 这才敢看一眼照修念戴在我手上的东西 是只上好的阳之玉镯 是十年前他答应我的生辰礼 那年花招节我俩出街游玩 他偏生要拉着我往人多的地方去 人多路窄 我一不小心磕碎了手上的镯子 分明是我自己不当心 但我偏就恼了他 他连连赔罪 说必定送我一只更好的镯子赔罪 我这一等就是十年 我小心翼翼地带了回去 文姓一回来就跪在那里请罪 路逃等人见事情不对 也不敢作声 皇上在床榻上酣睡 我洗完脚并不看他自顾自地去了外殿 文姓跟过来 声如闻呐 娘娘 疼不疼 我叹了口气 还是拿出一支白玉膏给他 娘娘 奴婢知错了 文姓含着眼泪 奴婢再也不敢了 文姓 我闭上眼 你跟了本宫二十多年了 我俯下身子 在他耳边说道 他若因我出事 我也活不了了 文姓愣了愣 娘娘 若有下次 你就出宫去吧 不要再跟着本宫了 奴婢 绝不敢再犯 伺候本宫安寝吧 我叹了口气 还是不得不往内殿走去 幸而我的寝殿里床榻够大 容得下夫妻二人同床异梦 入秋了 安平的产妻将至 和宫上下都重视起来了 久不出门的太后 也把客宫的嫔妃叫过去敲打了一番 皇上也少不得去永宁宫看看 她也是有几思高兴的 毕竟安平肚子里怀的 是她的第三个孩子 若是个皇子 就叫冻儿 若是个公主 就叫 皇上还在沉吟 安平就接了话 若是个公主 就叫姐姐起名 我坐在永宁宫里看账本 冷不丁被安平点了名 这才反应过来 若是个公主 怎不得妹妹自己取名 我不会教养孩子 总归我是要麻烦姐姐的 安平满不在乎 姐姐读的书比我多 自然要姐姐取名好听 朕读的书可不比皇后少 皇上被安平小女儿的模样逗笑了 安平怎就知道 朕取的名不好听 皇上赐名自然好听 安平伶牙俐齿 但是臣妾养胎期间 皇后娘娘操心最多呀 臣妾的衣食住行 都是娘娘在操心 娘娘一日日地往永宁宫来跑 自然也应该娘娘赐名 罢了 皇上摇摇头 你既是喜欢皇后赐名 依了你便是 安平笑着谢恩 皇上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点点她的额头 你呀 有皇上给孩子取名 旁人那是求之不得的福气 天生你不稀罕 有姐姐给我的孩子取名 才是我们的福气呢 安平摸着肚子 姐姐千挑万选 取出来的名字不比皇上随口起得好多了 是吧 小楠楠 你怎就这么确定是个女孩 我对她实在无奈 有个皇子傍身不好吗 还是女孩好 安平摇摇摇头 女孩子 生在皇家 有皇上和姐姐庇护 必能一生平安顺遂 后来永宁宫的银杏树都黄了的时候 安平发动了 她是投胎 但是平日里调养得好 生得不算艰难 我在产房外面转悠了半个多时辰 就有产婆出来报喜 说安平生了一个小公主 秋日正好 银姓叶黄 我脱口而出 不如就叫敬书 皇上刚好一只脚踏入了永宁宫 听见了也极为高兴 朕的敬书公主来了 传指 安平敬容宛柔 书甚姓成 柔家为责 身为朕心 今生欲有功 酌敬为顺妃 我接过产婆包好的小墙宝 里面的小人粉粉嫩嫩 让我心都要融化了 敬书 我们的小敬书来了 我进了产房 安平的精神还算好 听见我的话也笑了 姐姐取的名字 本宫起的 敬书 我把孩子递过去 你看他长得多好看 姐姐 我怎么觉得有点丑 胡说 我杨怒 我们小敬书还没展开呢 等他长大了 一定比他娘漂亮 那可不一定 安平笑者 谁也跃不过娘娘去 又胡说了 我总是听不得他说这话 自己的孩子自己养 本宫可不帮你养 我不会教养孩子 那你就学 安平出了月子之后 就正式敬为顺妃了 天狱发冷了起来 书妃又病了 他原本是个嘴碎的 现在咳得初步的门 丽嫔明面上是极安分了 但是皇上也时常往长丘殿去 连财人一向得宠 倒是宫里的规矩学得愈发好了 现在见了人 倒也是落落大方的锦 其财人皇上的心先进过了 现在反而不爱往家和居去 太后本来身子骨还算健壮 今年冬却不知怎地又病了 只说怕过了病气给丽儿 又把丽儿送回来凤一宫 丽儿在我面前 难得有些孩子心性 她极喜欢顺妃的二公主 下了学就往凤一宫来 左右顺妃就喜欢带着静叔来凤一宫 她一口一个二妹妹 小小年纪已经看得出来没空数了 静叔长得愈发白胖 十分招皇上和丽儿喜欢 就连最开始嫌她丑的亲娘 现在也喜欢得不得了 小丫头偏生又爱笑 太后见过一回 都说这孩子有福气 有两个孩子作伴 我和顺妃的日子也不算太难熬 数着日子也就要过年了 翻了年你就八岁了 我替丽儿系好披风 她要去寿康宫看看太后 见了皇祖母 多说些高兴的话 皇祖母在病中 不许惹皇祖母生气 儿臣知道了 丽儿裹着披风 竟也要到我肩膀高了 这些年她窜得很快 居然也是半大少年了 我目送她离开 小小少年后背挺得笔直 行走间不自觉带出了一股贵气 只是年岁上小 必不得她父亲霸气 过了年 开春之后 太后的病慢慢好了 淑妃也渐渐化多起来 唯独顺妃又得了风寒 她生育不久 身子本就虚弱 偏生小孩子心性 出去游春 穿得单薄 回来就躺下了 倒把她身边的谷雨下得不轻 那日皇上在我宫里喝茶 谷雨急急忙忙来报 说他们家娘娘又起了高热 皇上正喝茶呢 她冒冒失失进来 倒是把皇上吓得烫了自己 主姿是个冒失的性子 奴才也是 皇上气呼呼地走了 倒是方便我赶紧去了永宁宫 太医过来开了几副药 说顺妃产后本就虚弱 如今感了风寒 倒是需要好好调养 顺妃躺在床上病病歪歪的 靖书又小 我索性把靖书先接去了凤仪宫 等书妃病好了 再给她送回来 姐姐可还是得帮我养孩子啊 顺妃高热总是不退 她嘲红着脸 还有心情和我开玩笑 我只当她是产后虚弱 所谓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我虽心急 却也无法 只能嘱咐她好好养病 细心调养 靖书一向与我亲近 如今在凤仪宫住了一月有余 愈发喜欢找我抱着 只是顺妃的病一日日地不好 太医院来了多少回 顺妃就是不见好 我一日日地往永宁宫跑 靖书会翻身了 靖书会爬了 靖书要会坐了 顺妃还是病着 她躺在床榻上 一日日地胖了起来 她浑身浮肿 低烧不退 后来她吃不下去东西了 但是她还在吃药 太医开什么药 她就吃什么药 因为我跟她说 靖书在凤仪宫不安生 她想找你 顺妃惦记靖书 一日日挣扎起来吃药 后来她的喉咙也肿了起来 喝不下去 只好由谷雨一勺一勺地灌下去 吐一碗就再喝一碗 我说 靖书想她娘了 我说 靖书马上会走了 我说 你还得等靖书长大 你得教她刺绣 你得教她书画 你得看着她长大 你得送她出嫁 顺妃总是笑 姐姐 我们以后还得给靖书绣嫁衣 被嫁妆 做喜悲 若是靖书的驸马敢欺负她 我们还得给她撑腰呢 春天过去了 夏天过去了 秋天也快过去了 顺妃一日日地喝药 一口也没落下 太医院熬得要太苦 她喝一口 喊一句靖书 后来她实在是身上太疼 喝一口喊一声娘 皇上来了两次 顺妃不肯见 她浑身浮肿 她不想下着皇上 她怕皇上因此不喜靖书 皇上就不常来了 今是十月时期 皇上去了丽贫那里 太后接走了丽儿和靖书 我手遮顺妃 听她一句一句地喊疼 喊娘 喊姐姐 喊靖书 深夜 我实在没忍住 悄悄出了永宁宫主殿 我蹲在殿外痛哭 太医试了千百个方子都没有用 我问她哪里疼她只说浑身都疼 永宁宫我里里外外查了多少遍都没有问题 后院的桂花树都被我挖出来了 可是她还是病着 我想起两年前刚刚怀孕的顺妃 明媚 活泼 嘴巴又利索 说起话来 眉飞色舞 为什么现在她躺在床上 面色发青 浑身浮肿 气若油丝 珍珍 我念着顺妃早邀的姐姐 我护不住我们的妹妹了 你若是在天有灵就帮帮她吧 你那么疼她 怎么忍心看着她这么受苦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敬叔都会走了 顺妃还是病着 多少次我要签了敬叔来看她 她都不许 可是那天 我记得那天天很好 她突然挣扎折起来要鼓语给她梳妆 请我带了敬叔来远远地给她看一眼 她涂了厚厚的脂粉 除了看着要比旁人胖些 倒也无妨 我签了敬叔来 对敬叔做了个手势 敬叔聪慧 我教了她那么多遍的 她冲着顺妃喊了一声娘 顺妃站在帘子后面 若不是鼓语扶着她 只怕她站都站不稳 她示意闻性报了敬叔出去 这才敢走到我身边坐下 鼓语立刻塞了厚厚的靠枕给她枕着 顺妃摊在抱枕上 长高了好多 她走的时候才这么大 顺妃笔划给我看 现在都这么大了 姐姐 敬叔给你 我就放心了 顺妃说着又笑了 我早说她何该 是你的女儿 姐姐 敬叔长大了 你别说我不要她 顺妃笑了又哭 我也很想很想她 我为了她喝了好多好多药的 那么多碗 我一口都没浪费 但是我福伯 我没时间陪她长大了 所以我替她挑了一位好母亲 姐姐 她起来抓住我的手 你帮帮我吧 你帮帮我 你帮我把敬叔养大吧 你得教她琴棋书画 教她饱读诗书 教她刺绣 算账 管家 但是姐姐 你别拘着她 她想玩你就让她去玩吧 顺妃说几句话 就要喘一会儿 她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长大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敬叔的小名 我想了很久 就叫念念吧 我不能给她被嫁妆了 我就把我的嫁妆留给她吧 顺妃合上了眼 姐姐 你替我劝劝我娘 让她别难过 我一件一件地应下了她 我替她把敬叔养大 我替她把谷语安置 我替她安慰她娘 我走出永宁宫 失声痛哭 敬叔不懂事 仍瞪着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 她还不太会说话 急了只会娘娘地叫我 我搂住她 泪如雨下 后来 有一天早晨 敬叔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大哭起来 怎么哄也哄不好 我像是突然知道了什么一样 连早膳都顾不得 直接赶到永宁宫去 却见谷语红遮眼眶出来 顺妃 还是没能熬过这个冬天 她死在了十一月初八这天 我记得这一天格外地老 顺妃逝逝 皇上悲痛 卓追风为文慧顺贵妃 葬于南陵 顺妃走后的那个春节 格外地冷清 没有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 真是不习惯 立而懂事 总是来逗我高兴 好在敬叔一日日长大 长得愈发像他 也叫我宽慰不少 敬叔开始学说话了 他第一次喊皇上父皇的时候 皇上极为高兴 抱着敬叔亲了好几口 敬叔嫌弃皇上的胡子扎人 推着皇上不许他亲 倒是逗得皇上哈哈大笑 连财人进宫的第三年 终于有了身孕 皇上很高兴 尽他做了连结余 只是仍住在玉兰宣 我倒是想着 皇上登基这些年 也没大封过六宫 索性和皇上提了一嘴 左右今年又有一场选秀 估计又要有好些个新人进宫 宫里的老人 也该提一提位分了 皇上想了想也是 提了孙嫌 敬为德妃 我又替楚节鱼提了一嘴 皇上也进了他的位分 做了楚嫌 另有两位节鱼进了嫌位 也暗下不提 德妃真心实意地来谢过我 他性子冷清 无子无宠 实在不得皇上喜欢 如今进了非位 着实是意外之喜 楚嫌不便出门 也托人真心实意地向我道了谢 其余暗下不提 唯有丽贫 本以为自己能回到非位 却不知怎地 皇上没有生他的位分 仍是丽贫 倒是他这些年 颇长人事冷暖 长进不少 如今也算沉稳 只在长秋殿闭门不出罢了 等夏日里第一批荷花盛开的时候 宫里又来了新的秀女 年轻的姑娘青涩水灵 朝气蓬勃 好奇地打量着这宏伟的四方城 眼睛里都是紧张和单纯 她们和这宫里的女人是不同的 宫里的女人 手遮烛火 过着一眼能忘到底的日子 面旁在白嫩紧致 毛子都是死气沉沉的 太后还是嫌皇上膝下子嗣太少 催促皇上多多选些姑娘进宫 也好为刘家开枝散叶 我坐在高座上 看着面前这群规规矩矩的姑娘 鲜活又灵气 有些姑娘低眉顺眼却掩盖不住心中的骄傲 有些姑娘怯懦地发抖却仍是强撑者 我也不拆穿这些姑娘 在宫里待久了 见多了妖魔鬼怪 反觉得她们可爱 突然我看见一双小鹿一样的毛子 很像当年的安品 她的毛子里是雀跃 是单纯 是不曾被污染的可爱 这双毛子我曾见过 我叫她上前来 她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 臣女大理寺清之女鹿笑颜 倒是个好孩子 我摘下手腕上的青玉镯子戴在她手上 去吧 皇上却突然凑过来 朕怎么瞧者皇后腕上的羊枝玉镯 看起来水色极好 倒是没见皇后摘下来过 是太医说 臣妾底子偏虚 要臣妾温养 臣妾想着羊枝暖欲养人 这才时时代者 嗯 皇上想起了顺妃 你也该好好保重身子了 丽儿和靖姝都要你操心 是 我笑着应下 选秀足足进行了三日 皇上点了不少姑娘 太后也挑了几位 包括那位陆姑娘 皇上赐了她才人位分 跟着德飞住 还有几位家世显赫的姑娘 也居才人位分 自是暗下不提 陆才人很喜欢我 常常往凤仪宫跑 她不过是孩子心性 才人位分自是无权搭建小厨房 她瘫嘴 一日日往着跑 连带者德飞也爱过来 德飞原是冷淡性子 但是熟了之后 也是个面冷心热的 陆才人撒娇卖吃的 常把我二人弄得投降 靖姝又得了一个大姐姐陪她玩 两个人弄得我的凤仪宫鸡犬不宁的 德飞秀活好 常替我们做些物件 就连几日来一次的丽儿也被德飞娘娘投递了一件极为精美的披风 陆才人不得宠 皇上觉得她还是个孩子心性 她也不在意 一日日地混吃混喝 好不快活 新人入宫 难得为这四方城住尽了几丝活力 好在都是守规矩的好孩子 皇上倒也没有特别喜欢的 连结于有了身孕 皇上还是愿意往玉兰宣去 奇才人这两年不得宠 皇上大半年才去一回 前两日居然也有了身孕 喜得太后又去拜了佛 希望佛祖保佑 留家子嗣延年 眼看入了秋 我想着也该办一场赏菊宴 宫里进了这么些新人 也该相互认认 秋日里菊花盛放 净书见了也是乐得不行 她在花丛里乱跑 身后虽说是跟着奶娘和丫鬟 可终究宴会上走动的贵人太多 他们频频避让 始终是追不上净书 我想着在凤仪宫里 索性没拘着她 只嘱咐奶娘们跟紧些 不要让净书磕着碰折 也没太在意 宫中心来的姑娘不少 我留心着哪些姑娘还没有试过寝 心中弹算 也该给她们一个露脸的机会 却不想这一疏忽就出乐事 净书跑得欢快 奶娘们虽说是追着 却也拦不住这个小祖宗 不成想她一踉呛撞进了连杰鱼的怀里 连杰鱼一个踉呛摔倒在地 竟是见了红 净书吓得哇哇大哭 连杰鱼被抬进了侧殿 太医匆匆忙忙赶了过来 却终究没能保住连杰鱼的孩子 众人坐鸟兽撞散 皇上盛怒而来 我自是择无旁贷 只是净书年纪尚小 又不懂事 希望皇上不要迁怒她才好 连杰鱼还在昏睡 皇上心疼得不加掩饰 我坐在一边 心中愧疚 却也是无法 净书知道自己做错了时 不敢再淘气 乖乖地认如母牵下去哄睡了 太医又进来把了回脉 只说连杰鱼已无大碍 日后若是好生调养 总是能生养的 皇上这才松了口气 只是对我仍没有什么好脸色 他替连杰鱼叶叶背脚 转而示意 我跟他出去说话 今日之事 着实是臣妾疏忽 臣妾没能看好敬书 也没在凤仪宫安插好足够的人手 这才是连杰鱼失了孩子 若是论起来 都是臣妾的错 只是敬书年纪上小 也不懂事 还请皇上不要怪罪 这自然是你的错 皇上气得扔了茶碗盖 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一声 凤仪宫里众人牺牲 皇上顿了顿 说道 顺飞怀敬书的时候 你对他千叮万竹百般照顾 唯恐他伤着一根头发丝 你对莲儿但凡有对顺飞的一半上心 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是臣妾的疏忽 我垂下眸子 应下了皇上的指责 皇上合上眼 沉默了一会 你把永宁宫收拾出来吧 真要尽莲儿为贫了 我抬起头 皇上 顺飞走了不过一年 宫中又不是没有其他空着主位的宫殿 如今旧人刚去 心人就迫不及待地住了进来 皇上这般行事 除了叫我心寒 又有什么用意呢 敬书那边 你看这办吧 皇上站了起来 朕会封锁消息 莲儿今日 是自己摔倒的 所幸皇上 对敬书还有几分怜惜 敬书生无早逝 虽说养在我膝下 总归是比不得亲娘全心全意 如今皇上主动为敬书开脱了干系 也算是防止日后有人拿这件事出来做文章 我再不能阻拦 除了皇上 没有人能把敬书摘得干干净净 永宁宫的主人已是 永宁宫也早就不是永宁宫了 皇上也嫌永宁宫兆头不好 所幸叫钦天司的人重新看了风水 改成了永寿宫 我带着人去了永寿宫 昔日永宁宫的一草一木都被我收拾得干干净净 挂床脚的多子福袋 乌梁上的辟邪香包 顺飞用罐的绣花帮子 还有她给敬书做了一半的小衣裳 我都细细地收走了 收进了库房里 顺飞洁脾 她若是知道我把她的东西给了旁人用 不恼了我才怪 我嘱咐工人都小心收好 日后敬书若是问起来她娘 我也好拿给她看 她娘 是极欢喜她的到来的 地后关系不合 后宫里也是气氛紧张 正是初一去给太后请安的日子 我刚陪太后说了几句话 就有工人来报 说是皇上来了 太后没给皇上好脸色看 皇上坐在太后下手 我则很自觉地立在一旁 太后眼皮子都不抬 皇帝怎么有空来了 儿子这些日子忙于正事 着实是疏忽了给母后请安的大事 是儿子的不是 儿子给母后赔罪 皇上嘴上说着抱歉 身体却是很诚实 稳坐如山 屁股都不带挪动 你是皇帝 你忙 太后说得不紧不慢 可是你忙于前朝 冷淡后宫 宫中妃嫔多有不满 却没让你操心半分 你也概念着皇后的辛苦 今年宫里进了新人 皇后忙着安置他们 连结于进宫三年有余 早就是老人了 皇后分身乏力 也是情有可原 你总不能指望皇后处处亲力亲为 这些年 皇后主持中宫 管理公务 善待妃嫔 训诫命妇 任劳任怨 亲力亲为 你就是不记得皇后的功劳 也该记得皇后的苦劳 皇上咳了两声 这才看了我一眼 儿子知道了 你去吧 太后摇摇头 挨家老了 也管不了了 皇上圣宠连结于 太后一直颇有微词 如今皇上坚持尽了连结于做连贫 太后实在是心力憔悴 想说什么 见皇上不愿意听的样子 只得深深地叹了口气 自觉管不了什么了 皇上又客套几句就走了 我扶着太后回了内殿 哀家老了 太后坐下 叹息了一声 前几年开始 哀家就觉得自己经历愈发不济 如今也管不了皇帝了 母后哪里老了 我自觉地替太后捶起了肩膀 只是母后操心的事太多 即使皇上自有定夺 母后也该少费些心神 多多保重身体 哀家也操不了多久的心了 你是皇后 太后拍拍我的手 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不仅要对后宫的妃嫔上心 更得对皇帝上心 我不敢对上太后了然的眼神 只是低声应下 太后乏了 让我也回去 连贫线下仍住在我的侧殿 只是她刚刚小产过 这些日子昏昏沉沉的 皇上又总是来看她 她也不得空和我说几句话 我先前去看过她 也替敬书道过歉 她应下 只说敬书年纪尚小 不过是无心之过 反过来请我宽心 连贫小产 奇才人这胎就越发金贵 我不得不打起精神来 全方位保护奇才人 希望她顺利产下这一胎 有一天深夜 连贫却突然来主殿求见 我叫她进来 却见她欲言又止 未雨泪先流 连贫这是怎么了 我已经卸下妆发 披散着头发 执着家长衣裳 坐在榻上看书 她穿得单薄 又在小月子里 我索性拉她上榻 又叫文姓拿了毯子给她盖上 有什么事 本宫给你做主 你还在小月子里 不要哭了 别伤了眼睛 求娘娘舅舅臣妾 连贫仍是一副渲染玉气的模样 她哽咽着 臣妾只怕要被人害死在宫里都不知道 原是连贫那日来赏菊宴 穿的是双平底的翠绿绘眉丝断绣鞋 她有孕在身 自然走路小心 也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去 摔倒后 她昏迷在床 再醒来 她的鞋已经被人换了 她家世做布料出身 那双鞋虽看起来和她的袖鞋一模一样 只是她一摸 便知不是她穿惯了的那双 只是她不敢声张 她的恩宠如日中天 前朝后宫谁不知连贫娘娘 可是后宫险恶 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毫无倚仗 因为她除了皇上的恩宠 什么都没有 但是她连皇上都不敢说 因为皇上最喜欢她单纯无辜的模样 皇上喜欢她可怜的样子 喜欢她一心想着皇上 喜欢她不图名利 不图富贵 不图回报地喜欢皇上 我知道 连贫也知道 她远比她表现出来的要聪慧 所以她不能争 她争了 恩宠也到头了 到时候没有母家依仗的她 也算到头了 她圣宠三年 多少人使她为眼中冰肉中刺 只削旁人轻轻踩上一脚 她就香消玉允了 臣妾当年进宫 是父亲设计的结果 连贫抹着眼泪 轻轻地开了口 她本是商户女 父亲白手起家做大布庄 却嫌她母亲年老色衰 任由妾室压得她抬不起头 后来她母亲病逝 留下她和幼帝 她逐渐展开 父亲一心想着用她换个好前程 后来 她父亲偶然见了微服私访的皇上一面 认定皇上气宇非凡非富极贵 就强迫她去偶遇皇上 她不肯 她父亲就拿她弟弟做要挟 她无奈 竟也真的被皇上看中了 后来她和皇上出游御赐 她临时起义 为皇上挡下一刀 拼死一搏 皇上大为感动 坚持带她回宫 她父亲乐得不行 也忌惮她的身份 如今也老老实实地送了她弟弟去读书 只是如今她穷途末路 她越走越错 越走越快 想停下都不行 哪怕她知道前面是死路 虽说她仍是皇上圣宠的女人 但是皇上对她的新鲜劲也快过去了 如今她若不是失了孩子 只怕皇上也不会对她如此在乎 她知道她不过是皇上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件玩具 如今玩具坏了 皇上很不高兴 但是对她来说 这是她最后翻盘的机会 这三年 她冷眼旁观 还是决定转投我身边 我惊讶于她的合盘拖出 如今我若是想扳倒她 简直轻而易举 她把刀递到我手上 引颈受禄 我没有立即答应 心中盘子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 你身边可有可信的人 臣妾的礼仪嬷嬷 是皇后娘娘赏的 臣妾身边的大宫女之秋 是丽贫娘娘赏的 臣妾身边的太监统领 是皇上的人 我心下了然 用手指点点卑鄙 鞋子可找到了 她贪图那鞋子的布料名贵 就在她房里 即使你身边的宫女不利 我吹了吹茶水 今年小选 你自己去挑些人手吧 臣妾谢过娘娘 日后有空 就来凤一宫做作吧 是 连贫走了 文姓进来收拾毯子 却抖搂出一件首饰 文姓见了脸色一白 转而递给了我 这是我那次中秋夜见照修念之后 因为亮呛了一下 丢了一只白玉簪子 我派人回去找过好多遍 又怕是照修念偷拿的 一直不敢声张 找不到也就算了 虽说小花园里的工人 早就被我借各种各样的理由打发走了 我仍是提心吊胆着 娘娘 文姓脸上煞白 奴婢真的是罪该万死 无妨 我心里有数 她是个聪明人 而且她也不爱皇上 我喝完了手里的茶 就叫文姓找个借口之走了知秋 路逃待人搜了她的房间 果然又找出来了一双袖鞋 还有银两若干 这鞋可不是一个宫女能穿的 十个板子下去 知秋已经哭天喊地地着了 按照知秋的说法 是丽贫身边的李福海给了她这双鞋 让她在莲贫小产之后换掉她的鞋 说事成之后给她摆两银子 至于丽贫是怎么害的莲贫小产 知秋是一问三不知 夜色已深 知秋已是人赃俱祸 倒也不及这一时 我命人将她投入柴房 好生看住 第二日我才将此事告知了皇上 我请皇上来了凤仪宫 话语间引去了莲贫与我深夜相谈的事情 只说文姓见知秋鬼鬼祟祟地藏着什么东西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莲贫的鞋子 可是莲贫脚上分明穿着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子 莲贫坐在我的下手 只装作一无所知备受打击的样子 她眼中泪花闪烁 见了皇上 并不言语 只是低下头 露出白皙修长的脖梗 轻轻提起裙摆 露出一双一模一样的鞋来 宫中必会双生子 非贫制鞋 也必会制出几双一样的鞋子 上一局更不会主动做两双一模一样的鞋子送给正直圣宠的莲贫 皇上认识知秋 先前莲贫得宠的时候 知秋也常在莲贫跟前奉茶 皇上大怒 命人传了莲贫来 只是莲贫一进来 就是哭天枪地 赌咒发誓没有害过莲贫的孩子 皇上心烦 不愿意听丽萍哭喊 你这些年就不喜欢莲儿 你看不起莲儿出身商户 却与你平起平坐 如今更是歹读至此 现下人证物证据获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丽萍哭天喊地的功夫 我又传了上一局的掌事姑姑来 她入宫近四十年 见了这两双鞋 也看不出什么不妥 只说这绣法用料都是一样的 不过是一双新一些 一双旧一些 只是后宫里得宠的娘娘的鞋 再旧也不过是穿过几回罢了 如不是掌事姑姑几十年的眼力 只怕也看不出什么不妥 欲盖弥彰 此事的一处就在这里 丽萍有什么理由 要给莲贫换双一模一样的鞋 我轻声劝住皇上 臣妾倒觉得 此事只怕另有蹊跷 还请皇上容臣妾几日功夫 好生探查 也算是给莲贫和丽萍一个交代 皇上还在气头上 她文言顿了一顿 你既是说有蹊跷 便交由你去查吧 朕也希望皇后能给朕一个交代 我文言心脏一致 转而扬起笑容 臣妾一定给皇上和两位妹妹一个交代 文姓又去知秋的住所 仔仔细细地搜了一遍 第三日深夜 我又将知秋提了出来 你是怀化三年入的宫 怀化六年去了丽萍身边 我手指清点知秋的宗眷 你善汤时 因而被丽萍看重 从上识局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太监和你一块调到了丽萍身边 这个小太监 现在是李福海的徒弟 李萍 你房里有一幅春宫图 我喝了口茶 还有一个绣着平安字样的香囊 知秋仍是嘴硬 奴婢不知道皇后娘娘说的春宫图是什么东西 奴婢和李萍也不熟 李萍 现在是丽萍身边的红人 仅次于李福海 本宫觉得她不守宫规 与宫女对食 或即后宫 应该乱棍打死 请皇后娘娘开恩 知秋磕头道 奴婢和李萍着实不熟 李萍也不知道奴婢做的事 嗯 我笑了一声 带了几分不屑 本宫顺手又查了查李萍 她是怀化元年入宫 先去了楚贫身边 后来又调到了上识局 楚贫早在仁和四十年就阴商卧床 自此不再受宠 宫人都不愿意去 天生李萍主动提了要去楚贫身边 因为楚贫身边的云衣 是李萍的同乡 也是李萍病过亲事的姑娘 李萍家乡受了大灾 她卖身进宫求生 而云衣被卖为奴 入了中书令府 随是楚贫身边 后随楚贫入宫 怀化二年四月 云衣去太医院连支了三瓶商药 而李萍这个时候 因为做错了事 被楚贫赏了十个板子 卧床半月 就此调走 几经波折 去了上识局 你猜云衣这几瓶商药为谁所知 一叠宗卷找得我眼睛疼 我和尚宗卷 莲品小产 丽品倒台 皇上和本宫自然也不会放过你 你为了李萍做到这一步 你图什么 我无不叹息道 你可知 本宫还没对云衣用行 李萍就要招了一十二鸟 莲品 丽品 丽品 哦 还有一个李福海 说说吧 我实在是想不通 楚贫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替皇上挡过剑 自此体弱多病 常年足不出户 他在宫里如透明人一般存在 我虽有心关照他 却实在不知 他为何对莲品丽品如此痛恨 原是李萍给了知秋一包药物 叫他在赏菊宴那天早晨下到莲品的饮食里 莲品服用后出无大碍 反而觉得身子畅快 因而饶有兴致地来了赏菊宴 原本按照知秋的计划 一个时辰之后 莲品就会腹痛难耐 他到时候寻个理由让莲品摔倒在地 从而让莲品小铲 那双鞋 按照计划 知秋偷偷换掉莲品的鞋 把莲品原本的鞋抹上桂花油 莲品自幼对布料熟枝 自然能发现不同 到时候知秋就可以栽赃给莲品 说是莲品故意使莲品滑倒 只是当天知秋临时起义 扶着莲品撞上了乱跑的竞书 让莲品顺利小铲 只是他没想到我把莲品直接留在了凤仪宫侧殿 凤仪宫规矩 繁物都有定数 这才使他没能顺利拿到桂花油 故而出现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鞋 至于知秋 不过是被李平许诺的一起出宫 做对寻常夫妻蒙骗了罢了 我没有急着回禀皇上 反而先去见了楚贫 楚贫病病歪歪这些年 我一向可怜他体弱多病 常派人来送东西 正经和他说话却没几回 楚贫 我推门进来 屋子里满是药味 明明不过刚刚入秋 他屋子里已经烧起了炭火 闷的人喘不过气来 娘娘怎么来了 楚贫躺在床上 却是意外的平静 娘娘派人来 了结了臣妾便是 劳得娘娘跑着一趟 本宫上一次见你 还是刚入下的时候 宫里事物繁琐 倒是本宫疏忽你了 娘娘惦记臣妾 臣妾都记得 这些年 劳得娘娘照顾了 娘娘 她坐起来 已在软枕上 雨调平平 臣妾快不行了 如今躺着 一日不如一日了 或许没几日 臣妾就要走了 楚贫难得冲我笑了一笑 臣妾想着 趁臣妾 还有力气去恨 把想做的 都做了吧 楚贫说不得几句话 就要喘上急喘 娘娘 我恨哪 她又趴了下去 我没说话 等她平复了呼吸 接着说道 臣妾一日一日地听着莲贫圣宠的消息 皇上又去了莲贫哪 皇上又赏了莲贫什么东西 皇上又尽了莲贫位分 我身边的工人总是嘟囔 都是救了皇上 凭什么莲贫圣宠三年 龙恩不断 我却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躺在这个小屋子里等死 莲贫为了皇上挨了一刀 皇上抱她回宫 让她住在乾清宫 皇上宠她 尽她位分 我都忍了 为什么她还有了身孕 楚贫趴下去滴滴地自言自语 等她生下这个孩子 到时候母贫子贵 就是一公主位 可是 凭什么 她痛苦地嘶吼一声 转而没了动静 我怕她出事 忙上去查看 她缓了好一会儿 这才坐起来 已在我身上 她用尽力气抓住我的手臂 奈何酒病无力 不过是攥住了我的衣袖罢了 娘娘 我好恨啊 我只能躺在这密不透风的屋子里 等死 没有人愿意来 她又缓了一会儿 娘娘 我身上疼 心口也疼 我哪都疼 但是我没人陪 娘娘 我疼啊 她摸上自己的胸口 用手用力压着 好像这样就能减轻疼痛一样 我的工人 好些都跑了 跑去讨好联品 我好恨啊 若不是娘娘 只怕我早就死了 我不得宠 有时候 吃穿都供应不上 还是娘娘问一句 他们才送 我都这样了 丽萍还恪扣 我的用度 送来的炭火不够 云医问 工人说 她要走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屋子里一片寂静 只有楚萍近乎泥南的声音 所以娘娘 他们都该死 娘娘 她躺了回去 慢慢松开了 我的衣袖 我后悔了 说完她就合上了眼 不再言语 云医被我提审走了 她身边只有一个怯生生的小宫女 照顾好你们娘娘 我叹了口气 从楚萍的屋里出来了 明明是初秋的时候 我一出来 却打了个寒颤 怎么觉得这么冷呢 她说她后悔了 她后悔什么呢 是后悔害了连贫的孩子吗 还是后悔 那年 她奋不顾身 替皇上挡下一劫呢 我已经想不起 楚萍以前的样子了 我只记得她病病歪歪的模样 她躺在那里 安静极了 楚萍自尽了 她身边的小宫女 出去要壶热水的功夫 回来就看见 他们病得起不了身的娘娘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把汗金搭在乌梁上 自尽了 小宫女说她回去得太晚了 楚萍娘娘的脚已经冷了 皇上念着楚萍曾护驾有功的份上 以贫为礼制安葬吧 此事告一段落 丽萍也终于洗清了冤屈 只是皇上知道她刻扣楚萍立愤 也很是生气 叫丽萍回去闭门思过医院 丽萍从侧殿出来同我告别 她经此一事 着实沧桑不少 愈发沉默 几年前 我见她还是眸中有光的丽妃娘娘 如今也是宫顺安静的丽萍了 娘娘 以前我极不喜欢你 她站在空旷的凤衣宫主殿里 我坐在上手 我觉得你假 你总是笑得很假 总是端着架子 总是假装对所有人都很好 总是装成好人丽萍自嘲的笑笑 可如今 偏偏是你就吓了我 我以为我和皇上夫妻十余年 皇上多少对我也该有几分信任 我是性子张扬 我不够聪明 但是我也不会害了他的子嗣 因为我嫁给他这么些年 我知道他膝下单薄 他想要孩子 臣妾自以为很了解皇上 可是皇上好像很不了解我 立贫眼底的泪水打着转儿 他一向骄傲美艳 难得见他落泪的时候 他生得美艳 如清晨的玫瑰花含着露水 他伸手擦去泪珠 冲我行了一个大礼 臣妾谢过娘娘 这么些年 我倒是见他第一次行这么标准的宫礼 日子一天天过去 天气愈发凉爽 奇才人在家和居安心养胎 皇上有空也去坐坐 连太后也时常着人去问 有三座大山坐镇 奇才人这胎 怎么也能生下来 我和皇上明面上已经重修于好 皇上仍是每月初一十五准时来奉仪宫吃饭 吃完饭就盖备睡觉 第二日大早就该上朝上朝 该去看连贫或者奇才人就去看他们 皇上不来的时候 陆才人就爱往凤仪宫跑 他年纪小又爱说笑 倒是也解闷 替我打发一日又一日的时间 揭示陆才人的生辰 过了这个生辰 他就十五了 接皇上又歇在了连贫那里 陆才人就又跑来了凤仪宫 也不知怎么说动得得飞 二人跑了凤仪宫蹭返 自上次连贫小产之后 皇上就说我管理公务分身乏术 点了得飞 淑妃协力后宫 得飞不善账务 天天在宫里对着账本资头疼呢 你过个生辰 好大排面 得飞训路才人 能在凤仪宫里请我吃席面 姐姐奇才人不依他 过了这个生辰 我可就是真的大人了 你可不能戳我额头了 小丫头骗子 得飞笑着骂他 管你多大 本宫要训你 你还得听着 陆才人站起来躲他 跑到我身边被我拦下 我出来劝驾 多大人了 还和个孩子计较 娘娘可就偏心他吧 日后他见了皇上 还能这般没规矩不成 得飞气急返笑 又是无奈地看着陆才人一团骇气的模样摇摇头 姐姐 我过了这个生辰 可就是大人了 陆才人又来对我撒娇 听闻姐姐宫里有上好的桃花酿 姐姐给我尝尝吧 架不住陆才人撒娇卖吃 我吩咐文姓开了一坛桃花酿 却只倒了浅浅一杯给他 你可只准喝这么些 陆才人嘟起嘴 却架不住我和德飞联手压制 不情不愿地 接过了不过倒满杯底的酒杯 桃花酿不醉人 但是架不住德飞喝得太多 德飞尝着味淡 喝起来就没有节制 半潭下去 也是一副半醉不醉的模样 陆才人贪杯 趁我不注意 又自己倒了好几杯 他年纪小 又没喝过 也是一副醉相 我看着桌上的两个醉人儿属实无奈 郑玉患文姓陆陶进来把他二人带去侧殿休息 却听见陆才人口齿不清地问道 姐姐 为什么 我都没见过你们笑啊 陆才人问得没头没脑 我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陆儿喜欢这宫礼吗 德飞却是答飞所问 他笑不答眼底 却是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 宫礼见不得爹娘 陆才人叹了口气 拖住腮 但是有好吃的 有好玩的 有敬书 有皇后娘娘和德飞娘娘对我好 没人居着 我读书背诗 我还是挺喜欢的 嗯 我伸手没收了陆才人的酒杯 只觉得他孩子心性 可不许再喝了 我想收了德飞的酒 却被他按住手 姐姐 再让我喝一点 就一点儿 他的手心冰凉 面上不知何时落下泪来 我知道他心里苦 但是除了拍拍他的手 也不能说什么 只是叹了口气 楚贫死了 他叹了口气 好半天没说话 我这些日子总做梦 梦见我变成了下一个他 我害怕了 德飞摇摇头 我不想变成他 我不敢了 他常叹一口气 我还有爹娘胞弟 还有祖父母年事已高 陆才人听不懂我俩在说什么 却是懵懵懂懂地问道 姐姐 我也不明白 同样是替皇上挡过刀 姐姐还不能生养了 为什么皇上那么天宠连贫娘娘啊 因为连贫 乖巧听话 爱皇上 我不知道陆才人能不能听懂 母家低威 真奇怪 陆才人傻乎乎地笑着 什么时候 母家低威居然成了得宠的助力了 皇上疑心病重 对宫中位分较高的嫔妃多有忌惮 前朝后宫联系紧密 皇上各宫里都得时常应付几回 也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唯有一个替他挡过刀的莲贫 性子软糯天真 母家不过是个商户 先不起什么风浪来 实在是好拿捏 皇上才敢放肆宠爱 皇上羽翼以风 早不是当年那个如履薄冰的三皇子 需要靠我父亲和丽贫父亲上位了 故而丽贫如今常吃挂辣 我现在同皇上说话 也要三思而行 我叫陆陶扶了陆才人下去 殿里只剩我和德飞 姐姐 我不敢了 德飞醉意上来 合着眼仍是在乌夜 那年秋日 我从树上摔进他怀里 他说他是三皇子 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算计 文姓扶起他 他救了我一次 我也还了他一命 可我还是搭上了一辈子 德飞低声呢喃 任由工人服侍他安寝 娘娘 德飞睡下 文姓扶着我回了主殿 其实我也有点醉了 只是强撑者没表现出来罢了 楚贫说他后悔了 他的呢喃在我耳边 还有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热气 德飞说他不敢了 他再也不敢爱皇上了 他怕他变成下一个楚贫 我自嘲地笑了笑 手腕上的羊枝镯子触感温润 我倒是幸运 自始至终 我没爱过 这样才好 不爱不伤 宫里的日子说难熬也难熬 说快也快 又要过年了 我记不得这是我在宫里的第几个年头 一年一年的 也没什么不同 宫里向来热闹 大红灯笼从乾清宫挂到玄武门 不过今年宫宴上又多了些年轻的嫔妃罢了 翻了年 我的丽儿就满十岁了 我心里一直揪着一件事 皇上刚登基的时候 就说要推广人斗的接种 但是奈何不少接种过人斗的孩子都没熬过去 百姓也不太敢拿自己的孩子冒险 尤其是富贵全换人家的小少爷 没有一个长辈敢让接种的 唯恐孩子一个高热没挺过去就没了 人斗推行不开 天窗就不能防治 不说旁的地方 就是京城 也没有几个孩子肯接种人斗 皇上觉得此事功在千秋万代 一心推广 奈何没有什么大的成效 后来丽儿四岁的时候 皇上深思熟虑 曾和我提过一事 他想让丽儿带头接种人斗 他说 接种人斗的孩子死者不过十分之一 而且大部分都是因为接斗后护理不当才没了的 人斗若要推行 必然要有个令人信服的榜样 丽儿是中宫嫡子 又是皇上唯一的孩子 理应由他做个表率 我犹豫了很久很久 没有一个母亲敢拿自己孩子的生命开玩笑 人斗刚刚推行 且不说护理和治疗尚未形成经验 就连人斗有没有用都要两说 那是我第一次顶撞皇上 我说不行 我不答应 我说我也是做母亲的 我不能拿我的孩子冒险 皇上说 不是要丽儿现在接种 等丽儿十岁的时候接种 那时候人斗的效果就显露出来 丽儿必能安然无恙 他说 等丽儿熬过人斗 他就立丽儿为太子 太子 我是舍不得让丽儿冒这个险 但是我不得不为丽儿的未来铺路 那时候丽儿不过四岁 谁也不知道丽儿以后会有多少个兄弟 我犹豫了 我说 我要看看人斗的效果再做决定 如今丽儿十岁了 身子骨健壮 我每见一回都觉得他又长个了 如今也要和我一边高了 中午他来凤仪宫吃饭 十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绿儿吃得略快了些 却不曾失了规矩 我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满心慈爱 慢些吃 莫要噎到了 儿臣也不知怎地了 近日总是觉得饥饿 皇祖母说儿臣还要长个子 可是儿臣觉得儿臣都被皇祖母为胖一圈了 丽儿嘟嘟囔囔地抱怨着 母后这里的精酱肘子做得真不错 儿臣若不是怕发胖 必要干掉一个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她瘦 左看又看干脆加了一个酱肘子到她碗里 母后巴不得你吃胖点 总觉得我的丽儿太单薄 丽儿纠结地皱起了眉 我看得好笑 她纠结再三 还是乖乖吃掉了碗里的肘子 她一向这么乖 我叹了口气 到如今 人痘效果出现 接种了豆苗的孩子果然都没有再得添花 豆苗经过几番改良 病死的孩子越来越少 民间对人豆也终于有了些改观 我心里清楚 若是丽儿接种了人豆 必能更好地在大洲推广 更何况 如今皇上大权在握 愈发独断 我虽有心相劝 终究是架不住皇上逐意已定 我再说 皇上就烦了 那日皇上派苏长生来传信 说开了春 就叫丽儿去接种人豆 皇上不肯来奉仪宫 他不愿意同我吵 他也不愿意听 我心下漠然 嘴里却是一阵一阵地发苦 文姓啊 本宫该怎么办 我扶着额头 喃喃自语 文姓上前扶住我 娘娘 大皇子吉人自有天下 不过是接个斗罢了 必能度过此劫 他要说的我都懂 但是当娘的哪有不操心自己孩子的 就算是接斗的孩子无疑病亡 我也不愿意拿丽儿去冒这个险 但是皇上不理解 他说 我一向恭顺贤粮食大体 接斗本身对丽儿就是件好事 就算是不为了天下人考虑 就是为了丽儿以后不会感染天窗 我也不应该反对这件事 我知道我同他无话可讲 他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 丽儿是我在这深宫里唯一的盼头 除了征月 奇才人的肚子就已经很大了 太医日日来把脉 只说孩子身体健康 道教太后和皇上宽慰不少 太后年纪大了 一边惦记即将接斗的丽儿 一边惦记即将临盆的奇才人 二月十五 我去寿康宫请安的时候 太后留了我用早膳 太后在这宫中一辈子 什么风浪不曾见过 她见我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 就致我心烦丽儿接斗一事 皇后 太后端起茶 对我点拨道 你是大洲的皇后 然后才是刘家的媳妇 丽儿的母亲 什么事都不能以一个小家的标准来衡量 你是一国之母 全天下人都是你的子民 是 儿媳谨记母后教会 我垂下头 面上不显 心里却揪得慌 我也不知怎地了 只觉得揪心得很 明明以前丽儿也生过病 但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不安 没几日奇才人就生了 她身子骨健壮 不过半日就生了一个女孩 这是皇上的三公主 皇上多少有些失望 她膝下子嗣单薄 唯独丽儿一个皇子 她象征性地赏了奇才人一些东西 又尽了她的位分 其余的都叫我看着办 我瞧今日也是春光灿烂的好日子 不由地笑了笑 当严靖叔出生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好天气 这孩子就叫暖熙吧 我替三公主取了名字 暖熙 其才人尽成了奇节鱼 仍不能自己抚养孩子 我怜惜德飞膝下五子 便和皇上商量 把暖熙送到德飞身边抚养 又把奇节鱼一块挪到德飞宫里 也不至于叫人家亲母女分离 其节鱼性子轻浮了些 德飞性子冷清 倒也拿捏得住她 天气越来越暖和 还是到了丽儿要接斗的那一天 皇上下令让丽儿先挪到灰春园里去 等什么时候都好了再回宫 我不放心 坚持要送丽儿过去 皇上允了 接斗的地方是灰春园西边的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所有东西早就准备齐全 近身照顾丽儿的人 除了她的奶嬷嬷 都是凤仪宫的人 我拉着丽儿的手 接了斗若是不舒服 你不要忍着 有什么事就叫王太医来 若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一定要告诉奶嬷嬷 丽儿反握住我的手 母后放心不过是接个斗罢了 儿子不出半月 必定回宫去 母后给儿子的东西 儿子都带来了 儿子还带了些书 丽儿一一指给我看 太傅说儿子功课可不能落下 那你晚上叫嬷嬷把烛火点亮些 仔细伤了眼睛 我忍着悲伤 却不得不目送丽儿进了那间屋子 儿子还等着母后的荷花糕呢 丽儿挥挥手 目送我先离开 丽儿 你当心谢 儿子知道 我回宫了 路上文姓一直在安慰我 陆桃则是逗我高兴 我笑不出来 又觉得这二人在我耳畔过躁 索性都撵到车厢外边去 自己找了本书看了起来 得飞出为人母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照顾暖熙这个小家伙 他手忙脚乱 又请我去帮忙 我瞧折暖熙的模样 壁花道 暖熙的下巴 倒是随了皇上 周围一众工人也附和我的意见 我其实是想说 暖熙的下巴 很像他哥哥 第三日丽儿接了痘 我在宫里等灰春园的消息 工人快马加鞭地回来 面上却是忐忑不安的模样 奴才见过皇后娘娘 丽儿怎么样了 我身子前倾 急切地有些失疑 反应过来 又坐了回去 回娘娘的话 大皇子 不太好 什么? 我站了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给本宫说清楚? 大皇子接了痘就说不舒服 不过一个时辰就发起了高烧 王太医说他也没见过像大皇子反应这么厉害的 眼下正和几位太医商量着配方子呢 我几乎要站不住 本宫要去灰春园 我最终还是没能出得去 因为皇上说 接了痘 哪有孩子不发热的 丽儿兴许是反应厉害了些 也不妨是 你如今兴师动众的 若是闹得满京城都知道 不更叫百姓害怕人痘了吗? 皇上嘴上说者叫我安心 可是乾清宫和凤夷宫夜夜灯火通明 第七日的丽儿的烧仁事降不下去 我急了 冲进乾清宫 请皇上允我去灰春园 皇上 再烧下去 丽儿就烧傻了 我用尽最后一丝理智 强忍着火气同他说话 再等等 皇上也是一脸眷容 却强撑着淡定 我等不了了 我说 这是我这么多年 第一次吼皇上 被车 本宫要去灰春园 我掉头出了乾清宫 却撞上前来报信的宫人 那人愁容不展的样子 叫我实在是心生不安 丽儿怎么样了 我拦下他的去路 他却绕过我 直接进了乾清宫 我提起裙摆 一路小跑地追了进去 丽儿到底怎么样了 我近乎哀求 你说话呀 娘娘 那人跪在乾清宫正殿里 终于肯开口 大皇子伤了 你说什么 我几乎站不稳 文姓要扶我 却又被我甩开 我抓住那人的肩膀 你刚刚说什么 这个姿势着实 不够雅观 可是我哪管那么多呢 我好像听不懂他说什么 你说什么 什么叫大皇子伤了 大皇子伤到哪里了 你说话呀 那人低下身子去 以额触地 娘娘 大皇子没了 你胡说什么 我不相信 他居然敢骗本宫 皇后 好像有人在喊我 你别闹了 好像是皇上 他在哭什么 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 我没有闹啊 只是有人在骗我 有人骗我 刘胜 我叫他的名字 我没有闹啊 他骗我 我指着地上那栋也不敢动的工人 你敢骗本宫 看来本宫让你觉得本宫平日里太好性了 皇后 皇上的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你不要闹了 我站在那里 看着他哭 丽儿怎么可能有事 他还想吃我做的荷花糕呢 我得回去看看有没有荷花了 不然丽儿回来了 没有糕吃 他就恼了我了 刘胜 别哭了 一会儿叫丽儿看见了 他还以为怎么了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耿着脖子 不知怎地 没有眼泪 心里只有荷花糕 皇后 丽儿没了 皇上的声音很轻很轻 有气无力 你胡说 我在乾清宫里撒泼 我的孩子是这天底下最好的孩子 他还答应我 不过半月 就回来看我 他从没骗过我 还有七天 他就回来了 我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眼泪速速地往下掉 工人备好了去灰春园的马车 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 文姓在说什么我都听不见 走了好久好久 我才到了灰春园 丽儿在哪儿 我问工人 他们低着头 不敢言语 我进了丽儿接斗的地方 小太监拦着不让我进去 我听不见他说什么 只能高声叫道 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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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么希望他能从窗口探出头 答应我一声 他最舍不得他娘哭了 可是我嗓子都喊哑了 他怎么还不理我 他是不是睡着了 这个时间他应该再读书啊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推开了那几个小太监 都给本宫让开 我终于进去了 这屋子里光线这么暗 丽儿读书一定很伤眼睛 床上躺着的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睡觉还蒙了脸 那孩子的手还露在外面 我一摸 怎这般冰凉 这手生得真像我的丽儿的手 很是修长 但是我的丽儿的手是热的 能握笔 能拉弓 会给我变戏法 会给我锤尖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我气若油丝 伸手扯去了他面上的白布 我看了许久许久 突然笑了 这孩子 学得这般累吗 睡得可太熟了 我伸手拉开被褥给他盖上 做娘的粗心 怎动到了自己的孩子 底下的人也是 丽儿睡了连个被子也不管 真是该敲打敲打了 睡吧 丽儿 娘在这儿守遮你 娘哪也不去 我守遮丽儿 坐到了天黑 丽儿睡得这般熟 一定是累极了 屋外站了一群工人 却又不敢进了 也是 他们玩忽指手 怕我罚他们呢 等到灰春园灯火通明的时候 皇上来了 皇后 你不要闹了 她面色沉沉 看起来极为压抑 虚 我直指丽儿 你小点声 丽儿没了 朕也很难过 她逆着光 我看不清她的脸 但是 这不是你像个疯子一样的理由 我被她那一句没了 刺激地吐了一口血 我清醒了 皇后 我伸手 制止了她的动作 我转身替丽儿 掖了掖背脚 起身走了出去 我不愿意在丽儿面前 同她父亲吵 皇后 她出来了 刘盛 我语调平平 我恨死你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恨死你了 我恨你 我瞪着她 我恨不得你替丽儿去死 朕送丽儿进来的时候 也没想过丽儿会死 你放屁 我恨极了 你就是想害死我儿子 你巴不得她死 皇后 她大声喝道 你还要闹多久 皇后得了失心疯 来人 送皇后回宫 刘盛 你废了我 废了我吧 我再给你做一天皇后 我都觉得恶心 工人把我架上马车 他们紧紧地按着我 生怕我再骂皇上一句 他们都要跟着掉脑袋 深夜难行 马车摇晃 却无人敢出声 我泪流满面 我本邻家女 才冒洞京城 嫁与刘家三郎 为父十四秋 掌宫归 礼宫物 战战兢兢不敢有物 到如今 父告老还乡 心上人在远方 唯姓德义子 常伴身旁 子宫顺 敬父母 怜幼妹 臣独惋惜 不敢有物 奈何事事无常 吴自问良善 上校太后 不曾处逆 下故妃嫔 未有克寇 贤良淑德 以此标榜 只恨天道不公 世间十分苦 七分由无常 刘胜终究没有废后 我病了 我躺在凤仪宫里 病了好多年 日子还是一天天地往下过 敬书识字了 他跑到我面前 奶生奶气地背了一首敬叶丝给我听 母后 你怎么哭了 敬书背得好 母后高兴 德妃协力公务好多年 一边是后宫 一边是暖息 闹得他不得安生 以前他总是说 后宫里日子空虚 手遮烛火 一坐就是一夜 如今他只恨不够睡的 日日早起太痛苦 连贫又怀孕了 皇上很高兴 尽了他为妃 不过一年 二皇子就出生了 皇上取名为流动 小名为康 陆才人得了恩宠 皇上很喜欢他单纯的模样 也爱往他那里去 丽贫如今安分得很 皇上也老往他那里去 只是他也不见得多高兴 齐杰鱼又怀了二胎 只是仍旧是个女孩 这一次他自己取了名字 叫玉珠 太后娘娘昨冬去了 她年纪大了 一身病痛 去了也算解脱了 我病得愈发重 太医说 我是心病 总是不见得好 其实我只是不肯喝她的药罢了 皇上总爱往凤仪宫送东西 我收了转手 就送给了公妃们 他们日子过得太苦 后来我昏昏沉沉 有时睁眼看见了莲飞 他低着头擦眼泪呢 我无奈 都是做了娘的人了 怎么还是这么爱哭 娘娘 臣妾不识字 教不好康儿 莲飞低着头 娘娘 你快好起来吧 你教康儿读书吧 我握着她的手 自己的孩子自己养 本宫可不替你操这个心 好好把康儿养大 她拼命点头 却仍是在掉眼泪 有时候我还能见到陆才人 姐姐 她眼泪汪汪 你快好起来好不好 我不想成宠 我只想陪着 姐姐 我替她顺一顺发烧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总归有要成宠的一天哪 她可怜巴巴地拽住我的袖子 莫要怕 陆儿 还有德飞护着你 本宫很放心 小丫头哭得不成样了 几乎要叉气 我哄了她一会儿 连颂待年 小丫头眼泪汪汪地走了 有时候德飞会来 娘娘 德飞也是红了眼眶 臣妾一向不会算账 你可不能把这一担子公物都交给臣妾啊 本宫可要松快松快了 我打趣她 省得你日日哭作对灯泪流 我这个笑话讲得不好 把德飞都哭了 本宫到如今 唯有敬书放不下了 你若是还念着本宫的好 就替本宫好生 照顾好敬书吧 臣妾一定对敬书视如己出 德飞哭着应下 我托付了好多好多人 德飞 莲飞 陆才人 丽贫 有这么些娘护着 敬书应该能平平安安长大吧 后来 我的日子开始倒着过了 丽儿走出了那间小屋子 顺飞笑意盈盈地站在我面前 嚣张跋扈的丽妾气得我头疼 莲飞被皇上送出了宫 楚贫一身骑装、驰骋马场、拉弓射路 我奉官侠佩 被皇上郑重地还给了我爹 我爹求我入宫的时候 我说我不愿意 先帝收回了赐婚的圣旨 我回到年少时光 春光灿烂 有个少年跃上我的墙头 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走 我说 好 未经许道